王安石来到开封 大宋朝政 旋即发生巨变 那么这种变化 又会给司马光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敬请关注司马光第三部 第十二集 山雨欲来 公元1069年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王安石进入了大宋王朝的权力中心 对于他的到来 司马光的态度积极而乐观 他多么期待这位国感有为 才华横溢的大宋能臣 能够改革必正 重振大宋往日的辉煌 然而就在王安石 担任参支政事几十天的时间里 大宋的朝廷 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 这种种变化 令司马光深感忧虑 那么王安石的到来 究竟引发了怎样的朝政巨变 对于王安石的做法 司马光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北京大学赵东梅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司马光第三部 第十二集 山雨欲来 在公元的1069年 也就是西宁二年的二月初三 王安石上台做参支政事 刚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里头 王安石的上台 虽然有很多人反对 但是所有这些反对的人都中间 不包括司马光 甚至司马光还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众喜得人 就是王安石上台呢 众人都觉得国家得到了人才 这是司马光的原话 那么这个众呢 众人群众舆论 这其实是没名没姓的 不知道姓慎名谁 但是肯说这个话的人 他自己肯定是当时是这么想的 王安石上台 司马光起初是抱持了一种期待的 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态度 那后来他为什么会发生那样大的变化 完全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去 这中间其实经历的时间并不长 从王安石上台到司马光 有比较明确的反对的声音出来 在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比较重要的线索 我们能看到的标志性的事件 是一个人的死亡 还有两个人的被贬官 两个人的离去 1069年参之正事 父宰相唐介死了 唐介这一死 开封城里头议论纷纷 就大家都传说 唐介怎么死 唐介是活生生的 让王安石给气死的 王安石上台 唐介是反对的 在王安石上台之前 神宗偏偏读信王安石 唐介的意见就是最大的 别人可能也有意见 但是都忍住了没说 唯独唐介是把这个意见 明确的表达出来的 大家都传说 唐介是被王安石气死的 那么这个气死的起因是什么呢 昇然是我们上一集讲过的 阿云案 阿云案最终判决 阿云不死 并且判决 在谋杀罪当中 可以适用自首减刑原则 很多人反对 其实大部分人都反对 但是大部分人都保持了沉默 大家看到说皇帝支持王安石 支持在谋杀罪中 适用自首减刑原则 所以大家都不说话了 宰相复辟 这是三朝老臣 是跟范仲淹一起领导 庆立新状的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老资格的政治家 复辟回朝之后 曾经当面问王安石 当面跟他说 说我认为 把谋杀罪分成谋根杀 两部分 这是不对的 你应该再想一想 但是王安石说不行 王安石明确表达不行 神宗又明确表达 支持王安石之后 然后复辟就再也不知声了 关于这件事 这是复辟的一种 相对沉稳的态度 其实司马光 也差不多是这个态度 他在当时也就 没再继续说 但是唐戒忍不住啊 唐戒还是不停地说呀 他要表达 他觉得不对 他就是要说 唐戒是谁呢 这个人 是在仁宗朝 就有名的一个铁面玉石 想当年在仁宗朝的时候 仁宗皇帝宠爱张贵妃 然后就要给张贵妃的伯父 高官厚禄 所有人 那些台剑官都反对 但是大家都是反对到一定的阶段就算了 唯独唐戒 穷追猛打 一定要打到最后 就逼着皇帝 这一点都不能给他 然后后来仁宗就非常的生气 仁宗后来就生气的说 你再说你再说 我就要流放你了 我就要把你贬出去 把你流放了 唐戒说什么 就是我下油锅都不怕 流放贬官算什么 唐戒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非常的直 而且性格非常的刚进 他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 所以在阿云案上边 在谋杀是用自首减刑原则 这个新法规上边 他是反对的 王安石到了参职正事 这俩人就在一块办公了 那唐戒就更有机会说了 于是唐戒就经常的跟 王安石在私底下说 而且到了神宗的面前 他接着说 这两个人呢 就可能不止一次的 就当着皇帝的面 唐戒又把这个事提出来 说他的意见 说这个是不对的 但王安石呢 我们要知道 在当时所有人的印象当中 大家都认为 王安石是一等一的辩论高手 他的口辩 他的口舌之才 还有他写文章的能力 那都是当时第一名 不是第一流 是第一名 谁也说不过他 王安石非常雄辩 说着说着 就把唐戒逼到了墙角 唐戒就说不出来了 但唐戒内心深处的又觉得 我对你错呀 唐戒觉得自己对 可是他又辩不过王安石 这时候唐戒说什么呢 唐戒就说呀 说全天下都知道 谋杀罪适用自首减刑原则 是不对的 唯独你曾公亮跟王安石 你们两个人支持 曾公亮呢 是当时的宰相 王安石是他推荐的 其实曾公亮也未必真的 支持自首减刑原则 但是他推荐了王安石 所以唐戒一怒之下 就把曾公亮一块骂上 唐戒这样憋红了脸 气得浑身哆嗦这样一骂 这个朝堂上的气氛 你就可以想象了 非常之紧张 这时候其实是该神宗说什么了 可神宗还没来得及说呢 王安石就开口 王安石说那些认定谋杀罪 不能适用自首减刑原则的 都是彭党 彭党什么意思啊 彭党就是指在地质时代 官僚结成小集团 而且结成小集团之后 他就只顾小集团的利益 不顾是非 不顾正义 不顾大局 不再顾及皇帝和国家朝廷的利益 彭党 在整个地质时代 那是一种最恶毒的指责 但是王安石说 在这个问题上 跟我不站一边的 那就都是彭党 唐戒听了之后 本来就在那哆嗦 那听到这个话之后 蹭了一下就晕了 然后下去之后就病了 病回到家 他过了没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开封的人都传说是 他被王安石给气死了 唐戒去世以后呢 太常礼怨你的这个嗜好呢 叫做制宿 什么意思呢 就是正直 从来不取媚别人 从来不会为原则折腰 性情刚烈 具有决断力 唐戒之死 开封高层 开封政界的同情 都是在唐戒这边 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作风 对于神宗跟王安石 加起来的这样一种作风 其实是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他对王安石有期待 但是如果就这样做 反对你的就都是彭党 那以后还有什么 是可以商量的呢 那只能是说 你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走 不可能有任何提意见的余地了 这是让司马光产生了一种 发自内心的担忧 但是对于王安石 他仍然还抱持着 相对积极正面的态度 他对他还是有期待的 当然唐戒之死 开封大家都传说是 王安石气死了他 可是气死吧 也是个两方面的 对不对 同样是受气 可能有人死 有人一笑置之 有人能过去 有人过不去 所以这也不能完全怪王安石 我们说司马光对于王安石 看法的改变是跟一个人的死 还有两个人的离去有关的 一个人的死就是唐戒 两个人的离去 首先是第一个 就是开封之府正谢 这就完完全全的 要王安石负起责任来的 在百家讲他的微信互动平台上 有网友问 阿云一案的讨论 对当时及后世 有着怎样的影响 阿云案的讨论 其实在当时 我觉得有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 非常严肃的 有关法制的讨论 有关国家的 法律制度的讨论 他对于法律条文的 那个抠的 那个细致的程度 是令人佩服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阿云案的讨论 特别是 神宗对于阿云案的 这个偏向 神宗在这里头 明显的偏向于 王安石和许尊一方 这个其实是造成了 对于当时官僚集团的分裂 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就当时看 他有好的一面 也有埋下了 后来官僚集团 分裂伏笔的这一面 后来关于阿云案的 关注是持续了很多年 而主流的观点 一直是倾向于 司马光的观点 我们到了现在 其实现在搞法制的人 还仍然会关注阿云案 看阿云案当中的 法制精神 就是在当时的那种 一切从法律条文出发 不管是王安石一方 还是司马光一方 那种精神 其实是符合现代法制的 这个东西 在对于今天来讲 它仍然有价值 在很多人看来 唐界突然离世 王安石是脱不了干系的 而对于神宗皇帝 处处偏向王安石的做法 司马光内心深处 开始出现了 有忧和不安 如果说唐界的死 令司马光见生疑虑 那么接下来 身居要职的郑谢被贬 则令他实在无法接受 那么郑谢为何被贬 王安石又在此事中 做了什么呢 郑谢的离去 说到底 还跟那条阿云案 引起的谋杀 自首减刑原则有关系 郑谢当时是汉林学士 兼任着开封之府 开封府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就是有一对夫妇 谋杀了一个女子 那么按照新的法条 那这两个人有 自首的情节 应该是轻判的 但是郑谢 打心眼里反对这个新的 谋杀自首减刑的法条 他不打算按照这个判 并且他打算 在面见皇帝的时候 跟皇帝重新去讨论 这个自首减刑原则 作为开封的知府 他是可以每天见到皇帝的 就他那个职位 他每天都一个例行的 跟皇帝的见面 这一天 郑谢就已经打算好了 见到皇帝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说出来 然后要重新讨论这件事 但是 就在他见到皇帝之前 他的职位发生了调动 他被调离了开封知府 他不再是开封知府了 他被调到杭州去当知州了 当你不再是开封知府了 你就没资格去见皇帝了 你就不能讨论这件事了 谁把他调的呢 王安石 王安石把他调走了 就为了防止他重启这个讨论 而王安石驱逐正谢的这个做法 实实在在的是让司马光感到不能接受的 什么做法呢 我们知道 郑谢以他的地位 他当时是汉林学士兼开封知府 这是非常高级别的官员 像这样一个高级别的官员 你要调动他的职位 皇帝同意 然后还要宰相亲笔批的 王安石当时什么身份呢 王安石是参之正式 他是副宰相 他没资格批 当时两个正宰相 一个是曾公亮 还有一个就是复辟 曾公亮咱们且不说 复辟这一关 如果说正常的走程序 复辟这一关是肯定过不去的 为什么呢 复辟本人就反对谋杀自首减刑原则 所以如果你让复辟批 复辟肯定是要拦着的 那怎么办呢 就不按正常程序走啊 很简单呢 咱们把正常程序绕过去 不就完了吗 王安石就是这么做的 就在唐界去世之后啊 复辟因为看到这个情形 皇帝如此支持 王安石他也斗不过 复辟呢 就在家里头 长期的泡病假 复辟天天生病就不来上班了 然后曾公亮当时在哪呢 曾公亮去洛阳出差了 两个正宰相 复辟泡病假 曾公亮去洛阳出差 都不在 于是复辞相王安石就仗着皇帝的支持 自己下笔就批了这个调令 就把这个调令签发了 郑谢在正式去面见皇帝 提出有关谋杀自首减刑原则的 新讨论之前就被调开了 王安石的这个做法呀 在司马光还有当时非常多的人看来 比如说玉史中成吕慧 看来这就是非常之错误的 为什么错误 首先啊 这是一个破坏制度 蔑视传统的做法 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制度 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必须要皇帝同意 必须要宰相亲批 就是要参与更多的意见 让最终的决策 更加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 除此之外 司马光他们觉得 不能够接受的 就是在王安石驱逐政协的 这个问题上 王安石驱逐政协 仅仅是因为政见不同吗 还不完全是 王安石从头到尾的 都不喜欢政协 他讨厌政协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政协跟谁好呢 跟之前的一个御史忠诚 滕福两人好 滕福已经被王安石赶出去了 滕福曾经放话出来说 我可以视陛下 但是不能视党人 他已经把王安石看作是 捧党 当然他那个指责也有问题 但是王安石跟滕福 还有政协 一贯是意见不一致的 王安石瞧不上滕福 瞧不上政协 他把滕福赶走了 现在又把滕福的好朋友 政协也赶走了 这里边有私怨呢 他不完全是政见不同 但是 政协的事出来之后 司马光其实就 对王安石的看法 我们可以想象 他在内心深处的动摇 就更深了 但在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公开的反对王安石 甚至当他的好朋友 玉史忠诚李慧 提出来要弹劾王安石的时候 他仍然是反对的 他仍然持谨慎的态度 在南宋呢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 司马光呢 他是皇帝的精言的讲师 他去给皇帝上课 他就在电厅里边等着 然后这个时候呢 玉史忠诚 这是专门负责弹劾的官 吕慧就进来了 匆匆忙忙 一脸严肃 表情非常冷峻的 就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呢 就向礼宾官就报告说 他要求见皇帝 他有要事要报 于是司马光就小声地 问吕慧 说你今天要说什么事啊 吕慧呢 就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说 说你看见没有 吕慧就举起手来 指着自己的袖子说 你看见了吗 我袖子里边装的 就是要弹劾新参政的奏扎 新参政指谁呢 就是新的副宰相 谁呢 就是王安石 为什么要弹劾新参政呢 当时司马光就说呀 王安石这个人 他刚刚上台 他的文学修养 他的学问 还是说他的品行 道德 大家都是交口称赞的 而且他上来的时候 是众喜得人 众人都觉得国家得到了 合适的人才 说你为什么这么急着 要弹劾他呢 司马光感到不解 然后吕慧就说呀 王安石这个人 他的性格有毛病 他喜欢标新利益 而且这个人不通人情 就是他特别喜欢别人跟着他走 喜欢别人对他逢迎拍马 迎合他 他听不进去不同的意见 这样一个人 我不否认 他非常有才华 非常有 他的经学修养和文学修养 都是第一流的 这个没问题 但是这样一个人 放在汉林学士的位置上 给皇帝当侍从顾问 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第一流的人选 可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不适合主政的 把他放到宰相的位置上 这就非常危险 吕慧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 司马光就说呀 说咱们两个 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我们以心交心 我心里想什么 我不敢不都对你说 我是不敢有所保留的 你说的可能也有道理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现在恐怕还早吧 王安石没有什么 太显著的 不对的情形 这个显著的事迹 还没有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去弹劾他 是不是太早了呢 司马光还想劝 可是这时候呢 礼宾官就过来 就叫礼会 司马光就没来得及 说更多的话 他没能拦住礼会 这就是南宋流传的 很广的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边 我们看到的司马光 好像在政治上 是相当幼稚的 礼会很敏感 但是司马光很幼稚 或者说 他更加谨慎一点 他对王安石 还是抱持了更多的期待 他还是想再等一等 再看一看 吕慧的这个谈章上去之后 王安石就表示辞职 不干了 在家里头就休了病假 那神宗哪受得了啊 神宗是极力地挽留 先是写了手照 亲笔手照 去喂留王安石 跟他说 他们说什么 你不要计较 你要从你的职责出发 我们究竟想做什么事情 在这其实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对于神宗来讲 我觉得他要做大事 他需要钱 唯独王安石是向他承诺了 我可以给你在民不家父的情况底下 实现国用族的 就是我能安安稳稳地 让国库里堆满了 然后皇帝就可以大有作为 神宗就不断地喂留 王安石终于又起来了 王安石这次再出来 你想他跟神宗之间那关系 又进了一步 而且见到了王安石的面 神宗又跟他说 我跟你之间 我们就像是古代的那个 圣君与贤臣一样 我们的信任是一个 多么牢靠的信任 王安石是起来了 而反对王安石的旅会呢 在不久之后 也就被调离了 御史中城的岗位 就被调到了邓州 也就是河南的邓县去 百家讲他的微信互动平台上 有网友问 从阿云案到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为何如此信任王安石 凡事都站在他的一边呢 神宗跟王安石的关系 我做最通俗的解释 神宗遇到王安石的时候 神宗只有二十岁 而王安石是四十多岁 名满天下 王安石的学问 不管是他自己自认 还是别人评价 王安石的学问是第一流的 而且王安石的口才是第一流的 当一个二十岁 就是充满了热情 想要做事 所有人都跟他说不行 然后神宗碰到了王安石 这么一个有魅力的人 而且这个人跟他说 没问题 我可以支持你来做 你想做的事 他们两个人一见面 见面之后 神宗就追着他 说你把刚才我们 你讲的内容 你能写下来吗 然后王安石就是不行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 你就可以看见那种张力 那个力量在谁那边 那绝对是在王安石那边 这学生一见面 就崇拜了他的老师 然后从此之后 就跟定了他的老师 到后来 他很像他的老师 才华横溢的王安石 最初来到开封时 司马光是乐观和积极的 王安石的人品 学识和修养 都令司马光身为敬重和钦佩 然而朝堂之上发生的 一系列重大变故 令司马光无法接受 那么接下来他会怎样做 两位大宋能臣 政界精英 又将掀起怎样的政坛波澜 死了一个 走了两个 走了这两个 第一个是政谢 第二个就是 吕慧 反对王安石的人 要么就是死了 要么就是走了 吕慧这一走 司马光所受的内心的冲击 可以说是非常剧烈 他开始注意到王安石的性格 这时候他注意到王安石的性格 后来有一次 他们在谈到一个人事任命的时候 就王安石要提拔一个人 司马光反对 有些重要的事情 神宗还是很看重司马光 他对于司马光的道德品质 还有司马光在舆论当中的地位 他是非常重视的 他要跟司马光谈 司马光就反对这个人事任命 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王安石了 因为这是王安石建的人 所以神宗就说 说这个王安石这个人呢 其实是一个贤人 是一个道德品质非常好的人 然后这时候司马光就说了 王安石确实是个贤德的人 有才干 有文学 就各方面吧 学问 能力都很棒 但是这个人呢 性格上有毛病 就是他不太通达事理 他的看法 往往不符合大家的意见 而且很刚愉 司马光终于注意到了 王安石性格上的缺陷 当然我们谈政治人物 归根结底 不管是谈他的性格也好 道德也罢 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正式里边 司马光真正反对王安石 主要还是政策层面的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司马光跟王安石的 真正剧烈的碰撞 有一句俗话叫做 假之辟堂 乙之披霜 就是说不同的人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去看同一件事情 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所以他们得出来的那个感受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于假来说 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好的 这是他的蜜堂 但是对于乙来说 可能就是坏的 就是他的披霜 我们回过头去看 西宁的二年的秋天 司马光跟王安石的感受 那是决然不同的 那绝对是冰火两重天 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 在开封 在宋朝政治的最高层 他们也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他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但是那两个人的心情 却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先来看王安石 王安石在西宁二年秋天的感受 那绝对是意气飞扬的 他有一种向前进的力量 在他心里头涌动 首先王安石现在可以 比较肯定的确定 神宗的确是支持自己的 神宗在思想上跟自己 基本上几乎都能够保持一致 王安石认为 他已经确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 那么王安石所确定的 这个正确的方针究竟是什么 现代历史学者总结 王安石其实是有一个很宏大的 非常宏大的目标的 王安石的理想 比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宋代的政治家 都要高远 王安石的理想不仅仅是 收复幽云十六周 王安石的理想 甚至是要恢复汉唐旧疆 重建华夏帝国最盛时期的光荣 他希望能够把宋朝的领土 恢复到唐帝国全盛时期的样子 这是王安石的最高理想 要想实现这样高远的理想 必须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而要建设强大的军队 首先就必须有强大的国家财政 王安石所确定的国家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第一个目标就是理财 就是要把宋朝国家 从当前的财政困境中解脱出来 宋朝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而这个财政困难是从真宗晚年就已经开始 是越来越下 到神宗接手这个国家的时候 这财政的状况 已经是一个朝野共识 大家都知道 王安石也不否定 王安石认为 这个国家其实并不缺钱 社会财富本身并不匮乏 只是说国家财政匮乏 按王安石的想法 你往下看 你放眼全国去看 虽然说国家的财政是如此的吃紧 国家的国库里头确实是没钱 但你放眼天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 不管是在哪个州哪个县都有扩人 都有富人 这些个富人绑不动身不摇 你也不看他们干什么 他们坐在家里头 就每年能有几万贯的收入 这些钱哪来的呢 王安石说 这些钱都是盘剥戏民 盘剥那些小老百姓得来的 在王安石看来 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王安石的想法就是 要由国家来取代这些富人 王安石认为政府有权利有责任 把那些原本由富人所掌控的一些个事业 比如说高利贷 把它拿过来由政府掌控起来 把那些原本由富人所霸占的财产 由政府操纵起来 这才是对的 这就是王安石的理财措施最核心的地方 王安石已经决定开始进行他的理财措施 王安石上台之后呢 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制制三司条例司 什么叫制制三司条例司呢 三司就是宋朝的财政部 条例就是财政方面的行政法规 制制呢 就是整理制定 制制三司条例司 就是一个整理制定 国家财政法规的机构 这个机构 他的最高领导人 其实就是王安石 在新宁二年秋天的时候 有关军书法的改革 已经在东南地区推开 有关青鸟法的改革 也正在酝酿之中 王安石信心满满 他觉得这个国家将按照他的想法 他的理想大踏步地向前进 将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出来 所以在新宁二年的秋天 王安石绝对是意气飞扬的 他看到了未来 看到了希望 西宁二年的秋天 注定是一个多世之秋 此时的王安石意气风发 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变革 在他看来 有了神宗皇帝的鼎立支持 大宋国家必然会朝着他梦想的状态 不断发展 一直向前 然而与他的心境截然不同的是 司马光则显得格外的忧虑和不安 那么司马光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但是同样是在西宁二年的秋天 当我们去看司马光的时候 则会发现 司马光却是忧心忡忡 王安石正在改变的这一切 都是让司马光担忧的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司马光看到王安石政治作风当中 那种对于现有的制度 对于本朝传统的蔑视和不尊重 王安石已经养成了 就是在朝廷发生的很多的 不管是人事案 还是一些其他的政策讨论的案件当中 往往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 就是在朝堂上争论不休 神宗也不置可否 他就看着王安石 跟那些持不同的意见的人 争得面红耳赤 可是神宗什么也不说 接下来当退下来之后 王安石就会到宫里边去面见神宗 他们两个人进行一个 一对一的谈话之后 当王安石再出来的时候 王安石手里就已经拿了 神宗的批条 然后他就拿着这个批条 说你们看皇帝都这样批了 然后这件事情就按照王安石的想法 往下推行了 本朝的传统 本朝的制度 王安石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在司马光看来这是极其危险的 而这件事情更危险的地方 还不在于说王安石作为一个宰相 本身对于制度和传统的不尊重 他更加危险的地方就在说 王安石在教唆皇帝 在引导皇帝破坏制度 引导皇帝不尊重制度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他的权力没有任何硬性的东西 可以制约可以阻拦 如果皇帝要做什么 那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的 什么能够约束皇帝 制度和传统 以及这种尊重制度和传统的 良好的风气 神宗是谁呢 他是一个只有二十出头的青年 他有着通常青年人 所有的那种热血 那种想要打破传统的冲动 神宗本人并不是一个 乐于遵守传统的 循规蹈矩的人 他不愿意遵守制度 这还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他年轻 他正在学习 他缺乏政治经验 可是宰相不同啊 宰相的责任是什么 宰相的责任就是要 看着皇帝 不要跨过那道红线 宋朝的制度和传统当中 其实是有着非常良好的东西的 司马光真是这一切 他希望他的皇帝 能够保持着这样一种 优良的传统 但是在悉宁二年的秋天 他这样一路看下来 看王安石自从到了开封 他看到的却是对于制度和传统 无情的蔑视 在悉宁二年的秋天 当我们回眼望去的时候 看到的司马光忧心忡忡 而王安石则是意气风发 王安石以为他将大踏步地走向正确的目标 他已经摆脱了那些不同意见的困扰 所以他可以走得更快 而司马光则忧心忡忡 他担心没有了制度和传统的制约 宋朝国家不知将走向何方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会怎样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